日本小混混打架综艺Brington Down第7季终于来了 主裁派人员是混混头子招仓未来 本季度一开始就认出了两个重磅炸弹 可以这么说这两位都是日本混混的前辈 他们两个都是前The Outer Side的选手 招仓未来让他两个先上场 赢下比赛的人可以挑战自己的徒弟劲腾 先把关注点上我们一级一级往后跟 第二组选手是阿木加湾 对阵虚腾 第一组选手上场 带着蓝色拳套的正宗 对阵带着红色拳套的前上剑态 赵小海一眼就认出这两个选手 好打架规则一分钟一回合绝出胜负 好铃声一响比赛开始 前上剑态往前压 正宗是毫不含糊啊左右摆拳自动 两人打的是拳拳到肉 正宗一个前摆拳把铁上剑态击倒 坐在台前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紧张 互相换拳 互相换拳 两人拼得非常激烈 好一分钟时间到 赵三味来把胜利判给了正宗 话说回来啊 这个田上剑态打得也非常不错 最终决赛是由正宗来挑战 赵三味来的徒弟 敬腾 马不停踢来到第二场比赛 二目对阵虚腾 穿着黄色衣服啊 个子高的是二目 红色拳套的是虚腾 这两人打的相对会冷静许多 互换扫踢 虚腾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一分钟拼拳啊 相对来说还是要更主动 这样给裁判的这个印象分会更好一些 我们说第五季开始啊 也看到这个二目的这个进步很大 好一分钟时间到 虚腾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赢下了比赛 那最终的决赛局是由这个虚腾 对阵这个田上剑态 那也相信这两个狠人 可以打出非常精彩的比赛 接下来的混合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有很多是上一季的老面孔了 大家不要着急 后面的视频一集比一集精彩 这个戴着墨镜的混血黑人 要挑战科目 在选拔赛的现场也是剑拔弩张 甚至在赛前就大打出手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小北格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10万人的YouTuber来到了